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政治不正确的公民老黑频道 之前有观众问我 或者说在推特上怼我 老黑你说的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怎么还不来 怎么还不来 你等着看嘛 现在这个局部地区的局部战争 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咱们一个一个旅 先看哪里 先把这个目光转移到野门 英国和美国军队 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了袭击 胡塞武装是哪里 那就是野门 就是说美国对伊朗支持的胡塞 野门下手了 你看这个词有意思 凡是伊朗支持的都要坚决打击 凡是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那就代表了政治正确性 就代表了民意 不管说是在国内欧洲 还是在海外周恩这一块 伊朗什么国家 这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你看伊朗 他又是要搞核实验 又是有恐怖吩咐的是吧 打击伊朗 而且伊朗跟独裁的中国 他们又是非常好的关系 中国援助伊朗 所以说你看这个标题 只要是对付伊朗 那就是对的 那就是政治正确 更多的细节 我们看这个 因为这一次轰炸野门支持的国家 有哪里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河南一共是发射了100枚导弹 五死六伤 各国反应 美国说这次是对伊朗支持武装的打击 英国强调这是自卫 中国要求克制 沙特要求中东安全 各有各的理 婆说婆有理 公说公用理 伊朗在强调中东安全至上 说美国对此负责 黎巴内真主党谴责 伊拉克真主党说阿拉伯兄弟们该团结了 啊 看到没有啊 米老鼠立刻祝贺对野门的打击 又把锅甩给伊朗啊 只要说是伊朗资助的就有正当性了 我刚刚不说这句话吗 看来大家都是这个观点啊 看来建制派导演这一切啊 转移埃波夫坦档案失败的视线 转移亨特拜登和国土安全部的听证 打得国会啊 措手不及 哦 这个跟国内差不多啊 国内每当出现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总会有一些其他的新闻掩盖 你比方说当初在国内是郑州大水啊 地铁淹死人隧道淹死人的时候 哎 马上当时是出现什么 什么李云迪嫖伤吧 啊 还是什么吴亦凡 就是什么什么强奸之类的啊 就搞这些娱乐新闻转移视线 那么现在美国最火热的事件 盖都盖不住的事件是哪个呢 一个是这个爱波夫坦名单的公布 一个呢 那是亨特拜登在法院听证会上啊 那就是藐视法庭啊 当情走人啊啊 啊 这个美国人火了 怎么办 得搞一些更大的事情来掩盖一下呀 啊 得让美国团结呀 哎 美国政治局上说我们不能再内耗了呀 我们不能够再纠结这个爱波夫坦事件了 亨特拜登事件了 我们得去看看国外我们的航路被封了 我们的红海的这个邮轮呢 啊 被这个什么 被攻击了 被胡塞攻击了啊 打打打打西瓜 哎 马上就开始攻击野门了 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新闻啊 美国攻击野门 那么第二个新闻呢 再来看看这个啊 就是伊拉克现在啊 干嘛 他要求美国撤军啊 伊拉克 美国驻军也很久了啊 美国故意把伊拉克的族客令当空气啊 事实上呢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在出席人民动员组织的一次纪念活动时 已经明确指出该国准备开始协调工作 以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的现状啊 美国你们在这地方驻军太久了啊 七年了七年了啊 当初把萨达姆也送上绞刑架啊 然后呢 哎 说什么萨达姆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你看到没有 我找到了啊 我找到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你看到没有 你怕还是不怕 这个火如果烧了你 你疼不疼啊 一个人在国会上拿一个东西啊 向大家展示 这是呃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 然后呢 伊拉克战争啊 萨拉姆啊 被搞下去了 占领这个国家这么多年啊 也该撤军了吧 也该撤了吧 四年过去啊 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在由美军存在的情况之下 不仅没有改善 反而还出现了新的麻烦 最强的麻烦就是美军的无脑空袭 美军在近期又对已经被伊拉克收编的人民动员组织发动了空袭 被袭击的目标在巴格达炸死很多人 包括该组织的很多指挥官啊 旧仇未报又欠新仇啊 对于伊拉克民兵组织而言 美军近期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让他们忍无可忍 所以美军的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也多次成为民兵组织打击的对象 伊拉克也很恼火啊 美军的伊拉克都随意空袭 如入无人之境 这相当于直接无视伊拉克的主权诉求 所以伊拉克一再要求美国撤军 苏达基又明确指出 美国美军已经没有理由在这里待着了 你想让伊拉克长治久安 给钱呢 纳税人买单呢 你得学普京啊 普京在车程地区20年投入了50亿美元啊 这50亿美元 在这个用卢布啊 这是很多钱的 因为在这个俄罗斯啊 他这个物价 他这个比美国要便宜很多 50亿美元很多钱了 花在车程地区这么多年啊 跟这个卡德罗夫啊 化干戈为玉帛 让卡德罗夫成为普京的小迷地 为什么呀 安居乐业啊 不打仗了呀 啊 老百姓都能过好日子了 20年过去仇恨也都化解了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安居乐业 四个字啊 你伊拉克 你美国在这边 驻扎这么多年啊 似乎好像不想去解决问题 反而还不断的去培养些新的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啊 美国政府 美国政客 军工复合体 大财存案 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安居乐业 如果说天下太平 安居乐业 人人都有钱赚 那么他们赚什么呀 不打仗 我造了武器复杂 卖给谁 卖给谁 对吧 你看那个钢铁侠 那里边不是生了个军火商吗 军火卖给谁 不打仗卖给谁 你看战争正亡 你就过来四凯齐 不打仗 怎么做生意 不打仗 怎么去做话题 就忽悠选民 怎么就 做话题 就忽悠纳税人 怎么去做话题 在这个国会里面 去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所以说 一个长治久安 安居乐业的啊 一些地区啊 这个局势稳定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也就能够解释得通 你美国占领了塔利班 塔利班 他不太平 你占领了阿富汗 阿富汗也不太平 这是美美军啊 在伊拉克也不受欢迎啊 啊 该聊到今天的众头戏了啊 聊到了野门 聊到了伊拉克啊 很多人还问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什么时候开打呀 你看看现在这个地球上局部战争 到处都在此起彼伏啊 丰烟弥漫呢 好 该讲到今天的众头戏了啊 什么呀 是这个白宫啊 宣布啊 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当地时间11月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克比 在记者会上表示 当前美国政府通过总统实用权 对乌克兰提供精神援助的支持资金 已经用尽 美国对乌军事支持 已经暂停 停了 不给钱了 给不起了 真的是给不起了 不是说美国不想打外俄罗斯 不是说美国不想继续援助乌克兰 因为现在到处都有事啊 加沙地区有事啊 然后也门有事啊 伊拉克有事啊 然后未来不知道半岛啊 金山胖也蠢蠢蠢蠢 这一段时间呢 又赶上一个台湾大选 亚太地区啊 半岛地区啊 这个什么中东地区 都有事啊 乌冬地区呢 就真的是顾不上了 真的是顾不上了啊 美国呢 他现在论这个体量来说 他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但是到处都都紧张了 你这个军事开支 你有多少钱往里面砸啊 现在呢 对这个乌克兰挺着援助了啊 网友评价有意思啊 我看了网友这个评价说 我就笑了 我就乐了 还是挂着一个中国国旗的 呃 一个应该是粉红吧 他说 只有大傻叉才会跟俄罗斯这种庞然大物拼销 好啊 对俄罗斯就是一对王八拳啊 打倒就撞 打不倒赶紧跑啊 然后拿破仑说对 然后希特勒说太他妈对了 哈哈哈哈 我一看到这位是吧 是吧 拿破仑当年跟俄罗夫打仗 失败啊 希特勒呢 也失败啊 本来想打一个闪天战 希特勒当时打苏联啊 并不是说没有赢的可能性 其实赢面是有的 但是呢 这队友不给力啊 意大利不给力啊 啊 这就稍微再扯一扯二战历史了 在二战的时候 这个呃 本来希特勒准备提早对苏联进攻的 结果呢 这个猪队友意大利非要在欧洲战场上啊 北非战场上要有所作为 结果呢 就就拖住了德军呃 这个军事部署战场上的部署啊 然后对于这个后勤这一块啊 也是没有做好 那现在就是我诸郭亮看啊 如果说在北非这一块 在后勤这一块 以及在西线英国这一块 把这些都给嗯 后顾之忧都给清除掉的话 你闪天战 你在打苏联 有可能就把苏联给打灭国了 但是呢 还是失败了 网友一句话把我给耗死了 把我给笑死了 说啊 开打的时候 这个苏联啊 或者说是俄罗斯啊 总是一脸懵逼被打了 我可被打懵了 然后呢 总是能够靠着超长的血条 耗死对面 我看那么一个超长的血条 我就笑了 我就乐了 是啊 你得看事实啊 俄罗斯的血条是最长的啊 你看呃什么 不管是德国英国还是什么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 他们的资源都很有限 你可以理解为这些欧洲国家他们血条就这么长 但是呢 俄罗斯呢 石油储备这么多 天然气储备这么多 森林储备这么多 土地资源储备这么多 然后呢 这个战略动身又这么多 然后其他的 然后 就是一个超长血条嘛 你耗不过俄罗斯啊 现在呢 啊 美国对于乌克兰也算是人之一尽了啊 那 大反攻呢 大反攻呢 反攻 莫斯科 活捉 普京 把普京送上 纽伦堡审判 来嘛 来嘛 啊 在这里说什么 观众朋友 你额爹 怎样 你额爹怎样啊 在这里啊 看到俄罗斯啊 跟小粉红看到俄罗斯 跟我看到俄罗斯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完全不同的理论依据 啊 完全不同 这个价值观去看待这个俄罗斯 啊 中国小粉红看到俄罗斯呢 哎 俄罗斯那是当年 像我们中国传输共产主义的 这个祖国呀 马克思啊 列宁 这个 是吧 苏维埃 苏联 这是小粉红看到俄国的角度 那我看到俄罗斯的角度呢 那是 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推翻共产主义 并且成功建议免疫力的国家 这是我看到俄罗斯的角度 啊 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 这么多地方不太平 稍微说一些总结的话啊 美元可能未来越来越走弱了啊 然后美国在地球上的霸权也是越来越不牢靠了啊 各个国家呢 也都是次其彼伏的开始闹各种各样的运动了 昨天说这个德国出大事了 什么铁路工人罢工啊 农民罢工啊 还有什么 这半年一年以来发生的什么荷兰农民罢工啊 荷兰农民上街啊 包括法国农民把这个牛粪马粪喷到总统府啊 啊 事情太多了 左派玩了这一套已经玩不转了啊 民主他不是不好啊 民主呢 他是最不坏的制度 最不坏的制度 你得承认他有很多的问题啊 一旦种族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啊 一旦人性的恶被释放出来 一旦人们的道德基准脱离了上帝啊 对他们的这种约束啊 这个民主就被玩烂了 那有人说啊 推广基督教就好了啊 让大家都信基督就好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看问题不要那么简单 你就看到一个地方的政治 你得去各个角度啊 从这个什么啊 信仰 这个传统 然后呢 是这个经济 地缘 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资源 啊 等等等等 综合去分析 事情很复杂 世界也很大 好吧 我们看问题也不能够老是站在一个角度 去看待问题 好吗 那今天这期节目呀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 新闻播报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 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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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